我叫陈佳,今年27岁,今天是我公司上市的日子,但就是在这里,我收到那张,我老公,我女情景。 现在有钱鼎盛集团创始人陈佳女士上台,想想胜利之中。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要感谢一个人,他是我的生活伴,且是我的精神之术。 今天,我将会把鼎盛集团新任总裁的位置,交给他,内住他。 生死我的老公。 陈总老公是谁啊,运气也太好,一转眼就成了万亿集团的老总。 等他上任就知道了,我要是有这样漂亮、专一和多金的老婆,我做梦都得笑醒啊。 陈总,这是吴顺集团吴总和永昌集团的王总给您送来的菜。 吉白石真迹,理查德明信啊,这个都是无价值吧,他们也算有心啊。 收下吧,虽然我用不着,不过正好可以给我软件。 是。 按照您的吩咐,已经让鼎盛集团跟宋先生签订了日子的杀影。 这还只是个小礼物呢,更大的金铁,还在后边。 陈总,这些年来,您隐藏身份,默默扶持宋先生成为名家集团的董事,现在也是时候。 你说的没错,备车,我要去接我老公吃主管晚餐,顺便再把万亿集团总裁的位置交给他们。 是。 你先休息吧,我自己看。 是,陈总。 先问我老公在干什么。 各位老同学,我今天结婚,你们都得来啊。 你帮中搬花结婚,必须去啊。 我今天有点忙,不好意思。 你能当什么?几百年都不发一次朋友圈的人,特别混得很惨吧。 特别是你,陈佳,还记得我以前跟你打赌说我嫁的老公一定给你留下来。 你今天一定得来。 不是我老公吗? 我老公?为什么会和别人拍婚上仗? 这不是名家集团总裁宋明轩吗?晚晚太厉害了,居然能嫁给总裁。 宋总的资产可是好几个亿啊,这是要羡慕死谁? 陈佳,你是不是怕自己嫁得太差? 觉得丢人,还不敢来啊。 我看,是说我几份的钱吧。 要不你发个证诚,请我们给你泡点。 陈佳,如果你有困难,我完全可以帮你。 到时候,让我老公给你安排个工作,讨公司当保洁怎么样? 让你老公,陪我安排工作。 老婆,我回老家看我妈了。 给你准备好吃的一张,就会来做一项。 所以,你让我一个人,在家喝冷粥,吃剩菜,而你自己,却出去和别的女人大买宴席。 你说关谁,快帮我的朋友圈屏蔽。 凤丽轩,我爱了你整整五年,也帮了你整整五年。 没想到,你却是这样一个,西医的委居。 陈佳,我在跟你讲话呢。 怎么,我不敢来陈佳我的分离吗? 陈明轩,到我去去你的新婚现场, 用心眼戒指,你的专业时刻。 马上到。 啊。 啊。 啊,现在你怎么不可见? 广员啊。 这洗手机,快溜了吧? 陈家回回考全校第一 现在啊还不是混的连小狗都不如 连我们家晚晚半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晚晚啊这以后有什么好活 可千万别问我们这期老同学呀 放心都会安排的 对了陈家人呢还没来 他连消息都不敢回 只怕是过得太差 来了只怕丢人吧 我去老子来自幻影了 这不是挺激大老的坐驾呀 我们班有这么牛的同学吗 陈家 咱们班这行的陈家居然看上大老了 怎么可能这车肯定是租的 陈家 这车一天的租金 恐怕要花掉你半年的工夫了 怪不得 原来是租的 陈家你再怎么招货 也比不是二元家玩玩老公的 一半根手指头 这辆车就是你 这什么车呀 不要人货的算 居然敢开着我老公的车来 我跟这挑衅我 开着我老公的车 在我的婚礼上来挑衅我这个正事 陈家你有本事的好啊 陈家 我再说一次这辆车本来就是我 你还有理的事 来 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心 这是我老公开这辆大牢 带着我出去玩的照片 大家给你帮他看看 这辆车他到底是谁家的 你这就是做弄的车 我老公是身价上亿的左台 身边有几个阴魂不散的骚鼓里 我能理解 但是我真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你 更没心 你居然敢开着他的车 到我的婚礼下来挑衅我 这几分是 看我再看看衣服吧 这衣服很饿 家里你要看看衣服吗 我们这里真的很好 嘉嘉过来吃饭吧 对不起啊 嘉嘉我挣的钱 就只能买得起这个了 你做什么我都爱吃 等我有钱了 我就给你买最贵的婚纱 再给你办一场最胜达的婚礼 这可是百万级 你给结婚纱了 太贵了 再贵 也没有和我一起奋斗的老婆 正贵啊 孙雪 我们结婚这么多 你不仅没有给我买出这件婚纱 还把他亲手 穿在了小三的身上 我给你说话 你聋了是吗 我告诉你 别以为开上我老公的车 全能带点 你以为使一点 红辈子伎俩 就能夺走我老公对我的爱 看来 他真的是爱极了你 开着几千万的豪车 带着你去东风 七百万的婚纱 收送就行 但是夏娃娃 你知不知道你们所有的一起 都是我给 说什么 这两老子来自家是一个业 是别人看在我的面子上不信 不然你以为 就他几个亿的资产 凭什么能买得起这种百亿大 才能让我们做起来 耍在这胡说 胡说八道 他自明轩 从头到脚从创业到现在 都是靠我的帮复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可最后我得到的 确实这样子 闭嘴了 我看你这贱人真是得了石青空 你分明就是做技玩玩价的 才故意找了这么一大堆旅游 你怎么不说 你跟宋总已经结婚好几年了 呀表面人装的清冷 无辜 直到那一点都不知道害臊啊 我有你这么不知羞耻的学生 真是我的痴 我建议你们 去找宋明轩问问清楚究竟谁才是正事 你不信 你瞧我老公你还有理吗 我非俩 你把开我老公的车出来炫 行 我成全 你想干啥 干 当然是让你这个小三 身败名 别 你这些是什么 你一想到我老公 被你这个伤害 你就觉得恶心 言索丽人走 走 你个臭无量脸的小子还想凑上去 你不想活了是吗 张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这就是当单的嫁妇 刘文文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辆车你赔不起 马上给我按你 干什么是吧 你赔不起是吧 你赶紧嘴叫我让你放弃 你给我跪下 你刚刚不是很忙吗 我告诉你 这辆车是你从我老公那儿偷的 要赔也是赔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你呢伸自己一百个巴掌 然后让我这事爬十圈 边爬边喊我是喜欢 我可以考虑这 走 你让我这 臭 装给你一看 上学的时候老娘都看你不顺利 跟你买 不就是想装高冷学法勾引男人吗 现在一看果然是这个货的 他什么狗屁学霸 不就是一个仍然喊打的小三吗 呸 你给我快看 这上去东西呢 戴美剧 真正 一个抢卖肉赚钱的表子 还装模做像收藏测葡董 你再怎么装点 還是一股掩蓋不住的高臭 手錶 這種從二手市場投來的垃圾講貨 就該配你這種垃圾小爸 這兩樣東西 加起來的價值 人家令老四來死還高 我勸你 最好不要亂 爸 這嗎 看我這人呢 你願不讓我幹事 是我騙的 住手 住嘴 你要的 姐 你馬上就會跟這集自幻一樣 只有被我踩著腳下的你 想拿這種假貨去吊男人嗎 真挺糟的 夏朗婉 我知道你沒素質沒腦子 但是我沒想到 你居然會蠢到這種地 你要不要看看 你酥醉的話到底是想不到 你摔碎的表就是什麼牌子 少在這位言總聽了 我一個字都不會信 媽媽 這一副 可是貨真價實的七百十根記啊 這市場上是一話難求的 什麼 孟老師 搞錯了吧你 這 我研究字畫幾十年 絕對不會有錯 根據年份來看 這幅畫 至少值十個億 晚晚 你剛剛撕搜了十個億的東西啊 這 這是全球見證理善的理樂 這可是兩個億 這弄壞了 修都沒地方修好 你看錯了吧你 我見證了幾十年了 不可能會弄錯 是我幹的又怎麼樣啊 反正東西在我老公車上 那是我老公的東西 我願意摔多少 我就摔多少 你老公的東西 好啊 那你趕緊打電話問問 看看他兜裡有幾個錢 都買得起這樣 哎 你個賤小三懂得屁 我實話告訴你吧 頂上集團的董事長 他自己給我老公送了一半 的一的零啊 我老公馬上就是百億幾毛 別說是什麼十個億的東西 就算再貴 老娘都賠得起 原來你的隱障就是這個 好 那我今天就讓你知道 你口中所謂的百億訂單 到底是怎麼回事 周特助 你馬上派人來一趟 江天大學 啊 你幹什麼你氣瘋了嗎 我說你還在這裝呢 一個賣肉的婊子 除了演戲賣相 你還要幹什麼 笑完嗎 我的忍耐受限的 是 呀 呀 這玉佩挺值錢的呢 也是拿我老公的錢買的 快把玉佩還給我 放給我 那塊玉佩他不值錢呢 但是他對 有很特殊的意義 快還給我 行了 哎這麼粗糙的手感 給十倍是我的福福 你快把玉佩還給我好嗎 算我求你了 那是我媽留給我的衣幕 對我很重量 啊 衣幕啊 那好吧 啊 房地人 愧不得你媽會死呢 叫我因為僵了你 就當小蛋兒的女兒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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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只能带着你 来求菩萨保佑 当年我病中疯 是我麻痹中 一副柜子身上 膝盖都磨烂了 就是我去自己给我求来平安 求菩萨 你这恒心感动的菩萨 又好又配 又保佑你女儿平安的 这也是他求给我唯一的一个 谁破坏了他 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余 笑了我 该死 他打我 笑了我 该死 别敢打我 你就是你就是 我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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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都不死你我就不死你 我打 打我 打我 我 Rocket 你 你 谁的 她衣服 在这儿 希望 我警告你们 最好不要这么做 小玉 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老子 你还当这是高中呢 还以为你是那个尖子的生 能对我们引起气势 你现在不过就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垃圾 都靠卖身赚钱了 还在威胁我呢 就是 你这只要有个贱户 当早刚拉长长都挖到老同学身上去了 我要是你啊 早已都撞死了 我是不是小三 你等风鸣街来了 这一家就会大牌 死不及了 那我就让我老公来吃钱 让你这个鸣鸣吃 勾引别人的脑 你都再紧起来 今天就让大家看看 你这个沙天高的脚丝到底有多糟多浪漏 Media ja 你不是喜欢妆影男人吗 真好我今天就把你吃这个铁花 胜利你再也勾不过 让开我 小了 你知不知道 其实我才是宋明圈 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因为你这是 你笑 老公 你们来做什么 那么大排场 可不真是这贱人的帮手到了吧 听我老公来了 我就说这贱人怎么可能叫来这么大的排名 原来是宋总到的呀 这街情排场就是好好 哇长得也好帅呀 怪不得承担这贱人 顺感这档小天 能在做什么 把这贱人拖走 待会儿再收拾他 走 老公 妈 妈 明月 你们来了 晚安 请等吧 嫂子 你这 妈 明月 我和宋明轩结婚这五年来 你们可从来没对我这么热情 宋总也好 我叫孔雪 高中的时候是晚晚的好朋友 我现在开了一家广告公司 如果你有任何需求可以随时找我 宋总 我叫袁华 我也是王阳的老朋友了 呃 如果悲鸿酸确实不可贵 我什么都很炫 我也是 我也是 老公 他们都是跟我关系很好的朋友 既然都是你同学 那这些小帮我就都帮你 嗯 时间不早了 我今天定了上百桌豪华宴席 大家敞开吃敞开喝 老公 还有件事没解决 什么 你看那个人 你认识吗 这是谁 一个来捣乱的小三 你认识吗 小三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难道不清楚我心里只有你一个吗 虽然了 我儿子就念到你一个人身边上就没有其他人 对 我能替我哥担保 我哥绝对是一心一意对你的 至于那些自称小三的不就是来陷害我哥的吧 好了老公 你别生气吗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养小三的 一定是那个贱人 赋予来捣乱他们婚礼的 对对 那贱人从高中的时候就跟晚晚的对付 一直见过晚晚过得比他好 是的 曾总 他还拖了你的车来现场忽然挑战 也只是小伤致 啊 拖了我的车 哥 这这真的是你的劳斯莱斯 老公就是那个贱人 他一来他就污蔑我 欺负我 我只不过跟他讲了两句道理 他就把咱们的车给砸坏了呀 你要是再不来的话 还不知道我要跟他欺负成什么样呢 啊 知道我儿子身份 还敢这么欺负我儿媳妇 我看你啊 是活腻了 滚过来 给我儿媳妇 磕头道歉 听到没 过去给我爽子下跪道歉 我看你啊 我儿媳妇 是 你送你家里 我真是有问题 那你干什么 啊 让我来 你就是经常欺负完我的老同学吗 我不清楚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但是你砸了我的车 用傲虫小三来捣乱我的婚礼 今天你必须得给我个解释 哈 要是车真的是我砸的 现在都打成这样了 怎么会是我 我明白了 你的真实目的无非就是小妖妻 好 我可以给 儿子 你这是干什么 妈 爸 今天是我和晚晚的大婚日子 我不想在这一万事上面浪费时间 何况 是晚晚待人把她当成这样 给她钱 就当自财消灾 这件事 两千 十万 这是十万 拿着钱立马走 别让我再看了 十万 你觉得我会学这十万块钱吗 你还来劲了是吧 让你挣十万你 真是少 怎么有点眼熟啊 老婆你看 还一来就这么嚣张 我还动手打我 把你给我买的昂贵婚纱都给弄脏了 大家可都看见了 我全程都不敢还手 我一直都在爱她的打 你要是再来缓一点 你老婆的脸都要被她缓缓 你今天这婚都结不成了 你贱人 不要敢动手 林玥 你记住 我们宋家 是社会上一家 跟这些低贱的下头人 不是一个层次 对他们争论动手 只会拉低我们的脑子 你知道吗 嗯 我的时间很早过来 如十万拿着钱立马走 这是最后的机会 喂 你还以为你是那个高升 人人吹口的年级第一啊 宋总肯定六五十万 都是你总的冒生烟了 你还坐在那装个屁啊 还不快起来 请宋总好好倒个气 宋宋 确实是一个老的宋宋 你说是吧 我的好老公 宋 宋明轩 你 用什么东西啊 也配吃过我老公的名字 宋明轩 他说我不配叫你名字 你觉得我配吗 你们两个呢 有什么想说的 你敢这么跟我老公一家说话 我看你真是气 你抽啊你 你在干嘛 你在维护他吗 你真是你养在外面的小三 不会吧 陈家真是小三啊 我看何总是 要不然孙总为何会帮他呢 我待会再跟你说 你不是在上班吗 怎么会来这儿 我怎么会来这儿 我好意思 打扰你生他总结的婚礼 我不管怎么说 你是真的给我一个解释 解释 你一个长三要什么解释啊你 小三 三晚 你要不要问问 我到底是他的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这么显而易见的 一个想贪腹权贵的贱人而已 只可惜呢 我老公压根都是咖喱 对吧老公 我你说句话呀 怎么 那是我老婆 我什么呢 你你不是跟我说你这几年一直是单身的吗 你还说 你还说等时候到了 你会跟我一场男省最盛大的婚礼 那可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你怎么能叫别人老婆 你说你说话呀 你说你在干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干的话 你为什么要这样你说话 够了 你听我说完行不行 那好 那你给我一个解释 到底怎么回事 宋明轩 你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一个解释 解释 既然你小婷 我就告诉你 我跟你结婚 不过是因为你不要彩礼 不要房车 而且还主动倒贴 我才勉强答应的 这也感情啊 我从头到尾 对你没有半点感情 你 不过是我用来 满足生理需求的一个工具 哈哈哈 这些话真的懂吗 啊 满满 我爱的只有你一个 这也是我为什么 要给你一场这么伤大的婚礼 因为 你才是我的唯一 你 你 那你跟我求婚的时候 也是这么说 啊 啊 你 啊 是什么 我发誓 我要是说了半句小话 先打雷劈不得好死 婉婉呀 我们明星是有苦衷的 当主演就是这个陈佳 自体内里的缠着我们 还以死相逼要结婚 我们家没办法 只好展示同意了 没错 嫂子 你要知道 我哥啊 他自己靠自己的力量 成为了圣千亿的董裁 那才有机会摆脱这个黄脸庞 来娶你这个真爱 对不对 婉婉 你才是宋总的心尖丑 你们俩在一起 那叫一个狼才女吗 横插一脚的 是这个黄脸婆 对 婉婉你放心 我们所有人啊 都只认真你 是宋总的正台妻子 至于她 不过就是个凑着脸贴上来的烂货 根本就上不得台面 宋萱 我跟你在一起 我怎么没关系 原才的真实 宋萱 我跟你在一起 我怎么没发现 原来曹的真实 你还有点反弯啦 别比我们动手啊 赶紧滚 你从来都不是我的真爱 只不过是我寂寞无聊时候的一个玩物吧 我现在已经功成名就了 更多需要你这个半小时 我现在已经功成名就了 我现在已经功成名就了 好 原来这一切 都是我自作多情 我一直以为 付出真心 就能得到回报 所以我这些年 拼了命 拿出我的一切 和你直上亲 可你呢 一边拿我当你成功路上的她脚趾 一边 拿着我的钱 跟别的女人 唯一 他真是了不起 坏我还得我自己找到个真海 一直 可以当做个生命中最重要的 一直 其望着 我们能够同甘共苦 获胜幸福美满的女人 现在看 我才是最笨最贱的女人 是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你的确给不认识了 但也仅仅是做什么饭 帮个小忙吧 无耻 你为民也太高看自己了 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靠我自己打拼来的 我怕告诉你 今天刚刚上市的江南第一财团 底胜集团 送给我百亿订单 顶盛董事长 派达的特助亲自送来的 有了这个助力 我飞黄腾达 就在今天 听到了吧 我儿子深得顶盛董事长重视 一出手就是百亿 就你一个马上要破产的死费 居然敢说 不是我儿子 破产 什么不是 陈家 别装了 我们都看到新闻了 你名下那个叫盛顶的小破公司 今天正式全部破产了 你看 全部的资产都被要债的托走了 上椅子都没剩呢 哈哈哈哈 你还有什么好说呢 哎 老婆 你公司叫什么 我的公司叫 还是先不告诉你兄真实情况 到时候公司上市 我再给他个惊喜 我的公司叫 盛顶 盛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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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明白了 我全部都明白了 我全部都明白了原来是这样我还说你怎么可能自无忌惮和小三结婚 不好得给我的产生 只能是你以为我已经破产 所以 为你 为你们做的而已 我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成为了你可以随时随地 抛掉他们哈基础 不然呢 你现在破产 你就是个彻彻底里的求光蛋 别说你没破产 我就是一个小公司而已 我儿子 就是鼎盛集团的做上宾 钱头无量啊 没错 我跟跟娃娃姐啊 那才是天生一对呢 你 给他们提鞋都不配吧 但我告诉你 我已经让娃娃签约到点声集团旗上 以后 我要把它捧成全网人气最高的主播 是你老公 你真的吗 他爱死你了 好 好的 我破除五年的真心 居然还抵不过 这些我才能几句甜甜蜜 送你些 你 你 都熟了不熟的悲儿了 你放开 你敢这么骂我婆婆跟我小胡子 你真是嘴唧 姐妹妹 你老她的嘴 等等 干嘛 你又帮她 当然不了 咱们做事 得先礼后宾 这才符合咱们上流人士的调量啊 也是 我们可是上流社会的人 陈佳 你没必要像个冤妇一样满场紧索 没有人愿意听他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我想 我们也应该做个两段 把东西拿出来 我跟你在一起五年 变超个人渣 日子 也能够的不错 也就是我老公人好 他对你这么宽容 看你签字吧 看看我们宋总 多么有格局 多么被人着想 太令人感动了 就是 陈佳 你还不快跪下来 好好谢谢宋总 没有他 你得去尿饭呢 赶快签吧 我跟晚晚的婚礼 他要开始了 今日宴席 还有两位贵客要来 你抓紧时间 签 快签 签 签 快点签 怎么不签呢 快签 还要不签 陈佳 我以前这么经历发起 这副假人假意的嘴链 报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 你在说什么的名 想让我签字啊 先让你老婆 赔偿弄坏我的那些东西 然后你 再把这些年 我给予你的所有资予 全部还给你 你说什么呢 这幅字画和这块手笔 夹起来 夹着十二亿 就懂了 既然你这么丑了 你这位娇妻 那就替他补伤自己 十二亿 什么 十二个亿 十二个亿 你个子贱人 你想起来点疯了吧你 老公 你看这个毒素 他偷卖你的老子男士也就算了 他现在还想拿 什么狗信 打过来光片呢 陈家 我念及我们的不期勤奋 已经给了你退路 你别不知好歹 不知好 不知好歹的人是你 这五年来 要是没有我的扶持 你以为你能一路过关斩价 建立起商业地 要是没有 你以为你能拿到 鼎盛集团数百亿的投资 真是赤为中了 我现在拥有的商业地固 是靠我自己打拼来 跟你 没有办法关系 至于你说 鼎盛集团的百亿订单 是你帮我拿到的 怎么 你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 不成 没错 你说对了 找钻船快来开路 十分钟之内 必须大大大酒店 如果成功出事 谁都担待不起 陈佳 你又点脸好不好 李盛集团的董事长 是千一级别的人物 是你这种人 能碰瓷的吗 还敢在这大放厥词 我劝你 拿面镜子好好照照 自己是个什么货色 老公 时间差不多了 这亲戚朋友都已经来齐了 这介绍还不肯签字怎么办 不能再任由这介绍 不能想去 记得我刚刚说过的话 仙女后逼 你的意思是 我明白了 交给我吧 姐妹们 怎么上学的时候 最讨厌拿种人 当然是有眼无珠的表子 还有不知好歹的电影 表子也好 不不 都要为自己的所措所为 用出点概念 那想做什么 这样可是犯法的 算了 我告诉你 这男生 老娘就是犯 放开我 不是说你是顶尸极端的董事长 实力大刀架人吗 我给你个机会 你现在把人都给我叫过来 你又是叫不过来 老娘就把你扒光 扒到网上去 所有人都看看你这笔 放开我 你会嫌疑给我 你会嫌疑给我 住手 你怎么谁呀你啊 啊你啊 什么没事吧 我来了 你有什么 没事 给我起来 有你的贱人 原来早就在外面 勾到他别的野男人了 老公 你跟这个贱人 找个小白娘 居然能打我 陈家 没看出来呀 你竟然早就在外面 找个小白娘 还敢把他叫我 来动手打完吗 我倒是要看看 你找的是谁 周大主 怎么会是你 我明白了 原来你就是这个贱人 包扬的小白娘 宋明轩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自己明明有老婆 还在这大张旗鼓的跟小赛结婚 这是好大的胆 你就不怕鼎盛集团撤销你的白衣订单了 笑话 我的白衣订单是董事长 让人家亲自给的 你最多就是传来一下命令 有什么资格收回 还有董事长愿意给我这白衣订单 那就代表我在董事长眼里的价值 远超于你 你要是迷途之法 我可以不追究你 打我老婆的事 写死我了 我今天非要收拾你 周大主 别冲动 我自己 冲动你 我没事 宋明轩 他们打我骂我羞辱的时候 一生不肯 恶意纵语 现在我只是正当防卫 不但不帮我 反倒把所有错全部推到我身上 这是瞎了 想会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舞 找给我车这些没用的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水仙洋花的女人 我他们看不上 你现在出轨 被我抓了 谢谢 这个魂 已经算离了 你还是分钱到你 走 你要脸的浪皮子 你活该净身出谱 没错 而且我还要你臭名远扬 传给整个男生 大家说是不是 是啊 是 是 你还臭名远扬 陈总 你先上车休息 这里交给我来出来 你吵什么 你们宋家今天所有的遗迹 都是陈总给 来让他净身处 你们配吧 你们让他净身处 你们配吧 我儿子今天的努力 都是他自己拼搏来的 跟这个贱人 没有半点关系 大家都看一看 陈总找的小男俩 跟他一样 现在脸都不弱 依我看 他就是公司破产了 脑子被自己傻了 要不然怎么能干出来 这么运手的事 好 原来你们以为 陈总的公司破产了 你难道不知道吗 新闻上可写得一惊二楚 盛顶集团董事长破产了 银行卡全被纵结了 身无分文 我劝你 你不要给他演戏了 小学尾款的解不到 陈总 接下来给总 你刚才说 你已经和鼎盛集团 签定了 是要怎么样 不怕告诉你 鼎盛集团今天成功上市 成了整个南省唯一一家 万亿集的巨无霸企业 我的合同价 自然也给你翻了好几倍 就算没有我老公 我也照样 比你调太短 一分钟之内 取消他的合同 并且 全行业丰盛 是 什么 我没听错吧 你要一分钟之内 取消我的合同 你别 封杀我 瞧什么 谁懂啊 封杀 他一尊重 你真当你是 点声集团董事长啊 看来 离婚这件事 对你打击不小啊 让你脑袋都变得不正常 小光 这些年跟个神经病 呆在一起 真是活了你了 实名 不是 我说你还挺有代入感的吗 五秒 别再装神弄鬼了 你改变不了任何事实 你的时间到了 我经纪人电话 喂 杨哥 怎么了 什么 什么 解约 什么 解约 那个 你你什么意思 你还好意思问我 你他妈到底在外面惹谁 顶圣集团直接接约 还下令全行业的风杀你 你自成功努吧 以后别来找我 别别 杨哥 喂喂 我 怎么回事啊 我被点声集团封杀了 封杀 什么可能呢 顶圣集团好端端的 为什么会封杀你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呀 老公 你现在怎么办 别急啊 我打个电话慢慢 不用打了 再怎么打结果都一样 没有意义 你少在那说大话了 这算是晚晚的合同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 也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 是吗 喂 什么 我公司破产了 什么 破产被动结了 这什么可能 我们这么多人的事业前途 怎么可能一下子全没了 你到底是谁 你们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 我们 我们的身份 他们还不配 他们还不配 还不配 知道 你们一般熟悟 有什么好慌的 就你们那点资产 想搞搞不是很容易吗 只是 我没有想到 你也深藏不落 居然勾起这个姓周的陷害王门 还背词所有人 不过说到底 你也就是个秘书 让你钻了一次空子 那又怎么样 你根本斗不过我 就是 那即使你们公司都破产了 那又怎么样 来我哥公司 照样东山再起 这就是硬实的人 我就说嘛 这件人一看就是在虚张声势 你们看 送送的公司就没有任何问题 高楼典议的企业 其实你和你那个小小猪 说动就动 陆明轩 你也太巧得起 我跟你说过 你从开始到现在 所有的工作 都是我明里爱你给你 像是没有 你以为你能那么顺利 建立起上千人的公司 没用 你能接到那些大老板单 别在那被言总听了 我的公司 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没错 这种东西都往身上来 做梦 行 今天你这么不知好歹 那我就把我给你的银器 全部收 陈家 我太了解你了 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公司的职员 以你的心性跟手段 根本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 现在装逼装成这个样子 有什么用啊 不 你从来都不了解 你我之间 以后不会再有任何事 周特主 给您家集团叫的过程 声响 陈总是 已经开始声响了 难道 真有什么事 好 知道了 哥 怎么 没什么 秘书汇报工作而已 公司运转 一切就着 吓死我了 我以为跟家人家有什么本事呢 哈哈 陈家 你的小伎俩已经被我识破了 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老公 你可一定得天家讨回公道 哎呦 小宝贝 你就放心吧 今天 我们的婚礼 会有两位大嫂级嘉宾将领 一位是吴氏集团的吴总和永昌集团的王总 这两位大人物和鼎盛集团那位神龙剑手不见尾的董事长 关心 我到时候呢 跟他们说一声 你的封杀令就解除了 太好了老公 见到了吧 见人 想那两位大人物一来你就死定了 是吗 你们就那么确定你们口中所谓的大人 会听 你再说什么废话 我跟两位大佬关系深厚 这就是顶尖人脉 是你 跟你这个小男俩 诸不可及的 行 那我倒是很期待他们到了 不过在组织前 你应该先关心关心自己 苏 苏总 不好啊 我们公司破产了 你说什么 苏 苏总 不好了 我们公司破产了 你说什么 有家集团遭遇莫名势力的阻击 再加上所有的合作方集体车子 还有大量的员工离职 现在已经是滋不抵战 他公司都被枪支破产了 都被枪支破产了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这怎么可以 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只是要拿 全本属于我的一切 我看你是找死人 打给你 你刚刚我这个贱人 站住 你们再敢往前一步 是 怎么 东明轩 你还想对我动手吗 陈家 我告诉你 你搞这些是黑社会性质 我可以去告你 儿子 我这个该怎么办呀 是呀老公 现在公司也破产了 什么公司也怎么办 哈哈哈哈 是吴总和王总来了 我们有救了 哈哈哈哈 哎呦 王总 王总 你二位终于来了 哈哈 陈老丽打婚 我们两位老大哥 怎么能不来的 来 新方坐你 多谢两位大哥 只是 我结婚你 我怕没法继续了 怎么回事 哎 不是我那前妻过来闹事 也不知道使了什么狠毒的手段 往我老婆跟鼎盛集团 牵的核都给毁掉了 导致我老婆被封杀了 还联合我的仇人 让我的公司破产 现在 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什么 让你破产 这是放层 有我们两位大哥在 放眼整个南省 谁敢动你 没过 你名家的名家科技 可是被鼎盛集团 列为投号种子的企业 搞你公司 就是跟鼎盛集团作对 我都要看看 是什么人 敢相当的 这种程度 就是 两位大哥肯出手相助 你选感激的地方 罪魁祸首 吴总王总是吧 我倒要看看 你们两个 是怎么帮后明军 来解决我这个罪魁祸首 宋明轩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赎这个机构 跪一下 让我叹唤 并且承认你所有的罪行和过错 哈哈 陈家 我看你是前面太长了 今天两位大佬就在这 你还敢放这种反话 我看你是根本没有把他们两位放在眼里 哈哈 你也可以设计让我公司破产 但是你能设计我大哥 这等身价几百亿的公司吗 那个我听到没 我大哥现在很不满 该跪下来磕头道歉 忏悔认错的人是你 你最好赶紧乖乖照办 不然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生不如死 听我的闭嘴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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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总宁轩啊 我原来以为你有点老的 但现在看来 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存货 是是什么意思啊 那见过陈总 陈总 倒 不是 你们二位 是不是认错人了 他是我的前妻 是啊 是啊 就是一个小职员 住嘴 下来你的狗眼 你知道不知道 站在你面前的就是 鼎盛的创始人兼董事长 是整个男生最有权势的人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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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可能是鼎盛集团的总 如果不是陈总交代 你以为凭你们名家集团 区区几个亿的体能让鼎盛集团跟你签并合同 宋明轩啊宋明轩 我没想到你是如此的糊涂 亲手推开爱你后你的董事长 转头选了一个猪妹子 你知不知道今天鼎盛集团上市 董事长宣布由他的老公 计计计新认总裁的位置 那可是万一财团长多少的位置呀 是我计计 顶盛集团总裁 多少人对这个位子望而不得 我们还在想 到底是谁有这么好的命 没想到是你 这可不知好歹的 高中 主事长 今天的事是我们大义 我们也不知道 做门宣就是您老公了 知不知道已经不重要了 从今以后 我和他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是顶盛集团的存在 换起父皇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不说了 起庆了 这五年来 我估计你的自尊心 一直隐藏着身份和你相处 我本来想 当一个家庭主会有错 但我没想到 这会成为你们一家 哪里有的理由 我更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破产物 就让你和你的家园 就能细之入口 不是你老公 晓晓 你听我说 没有什么好说 今天不光是你 其他时报者 你一个都逃避 你们两个 看看地上是什么 这是我送您的奇白是真迹 这可是我从英国 出门带回来送给您的 立场的米乐 这两样东西 加起来超过十亿 谁家的 给我站出来 这是我送给陈总的话 自己撕的 这送陈总的名标 没知你咋的 我 我又不是故意的 给你半小时时间 赔上十来亿 来 够伙自负 肚子是大妈呀算了 你要赔 你也是三倍 夏娃娃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啊 我们可没碰到这两个礼物 对 这件事跟我们可没关系 你们这些人的恶行 可不仅仅是打砸东西 这么紧 你能还侵入欧大臣 这可是严重犯罪 不仅要赔钱 还得坐牢 陈家 哦 陈总 是我们永远无助 我们之前不知道您是 鼎盛集团董事长 您大人有大量 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吧 是吧 陈总 你就看在我们大家都是老同学的份上 高抬过手吧 我给不起这个情 都不想去坐牢了 想让我放过你 那你们之前打我骂我羞辱我的时候 我想跟方公 比起你们这份苦苦求饶的样子 我更喜欢你们之前 飞扬跋扈的模样 因为那才是你们的真命 因为那才是你们的真命 陈总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我求你饶了我吧 我也错了 陈总 我愿意给你大牛做吗 干什么都行 求你网开一面吧 你们知道 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是什么 那就是廉价 他的伏伟和周特处 把他们带走吧 该怎么划就怎么划是 带着 啊 干脑我脑我脑我脑你不敢的 干脑 我 我 你在怎么办 我哪里知道呀 这 什么呗你先说几句话 去去去去 家家呀 之前呀我们是有误会 妈呀跟你说成对不起啊 啊啊 对啊 嫂子那都是一家人 我们之前有些事情是过了 但是都过去了很好了 假假 刚才我们这么多年赶进来分手 你就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啊 宋明轩你们在干什么呀 我才是你们宋家的儿媳妇 你算哪 门子我嫂的滚一点点 我嫂子只有陈家一个人 不对呀 我儿媳妇聪明漂亮贤会能干 哪像你 正边穿的花枝招展的 在家什么活都不会干 养着你干什么呀 养个祖宗啊 爱情分了你们 老公 你看看你妈妈的妹妹 宋明轩 你有什么小心点 这些事确实是我的错 我给你道歉 家家 你看明轩 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你就给他一次 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对的 嫂子 我以后一定好好监督我哥 我们一家人白认得过好 你什么都好 对呀 什么叫你们一家人白认得过好啊 今天可是我跟明轩的婚礼 让我都说清楚 你 我早看你不顺眼了 要不是你挑拨我哥跟我嫂子的关系 我们家早就飞黄疼 拿油米什么事 管家就疯了 好 你们一家子简直不要脸 简直你能处上来 孤儿 孤儿 你就看着他们这么欺负我吗 孤儿 都干嘛是你这个贱人 小伙 是你从中搅和 都把我们家家的感情 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我至于变得一无所有吗 这一切都他妈是你的错 我想清楚了 我以后好好跟你过日子 不会再有别的想法 我发誓 我会一心一意对你好 对对对对 我们都是一家人 没有解不开的误会啊 对呀 那误会解开了 你就幸福美满的生活下去 都是 是啊 是啊 幸福人 对对 你们可以吗 陈家 你没完了是吗 我妈 我妈 我妈跟我妹 好心好意的跟你道歉 你说这个态度是吗 宋明轩 我什么态度 你最不配说 你 你们宋家 还真以为随便说几句话 低个头道个歉 我就会原谅你们是吗 我就会继续像条狗一样 舔着你们是吗 其实你们会道歉 不是因为你们觉得愧疚 而是害怕失去脱手 可能的财富而已 要是我真的是个普通人 恐怕现在早就被你们像狗一样对 毫无尊严 令人见他 陈家 我都已经道歉了 还要怎么样 突然不要再得寸进尺 那你也听好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接受你们宋家的道歉了 那只是你们一厢情愿 现在你还是我们宋家的人 怎么说 也撇不到这层关系吧 马上就不是了 宋明轩 鉴于你之前种种行为 我已经通过法律途径 向你一起离婚宿 我 干什么 我们之间 道歉不结束 不要 陈家 难道你真的要 吃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欲不顾吗 感情 这段感情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而已 也是时候该结束 至于你们的罪证 我已经全部都录了下 咱们反正 给自己开心 屐心 这是 impossible 的 对 我 假的 我 这样一个戒指失灵眼的家庭 紧直的妈都乱扛了 我刚刚就早开始不睡 常常不 要不因为点我们家对象吗 走你接着个臭 你来呀 你来 睡着快点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就这样 肯定 干什么 你再逮着我 我可报警关差 mycket 等着 你这些年去哪了 你知道我们是怎么过的吗 是 为了我们所以 房子卖了 车子卖了 切了高绿袋 就连我的师爷们要这的话走了 儿媳妇呀 你知道这几年 我们过的连狗都不如吗 你帮帮我们吧 啊 大哥 大哥 你救救我们吧 等等啊 我已经和宋明轩离婚了 和你们没有任何亲属关系 可别乱 沈家 你知道爸爸身心吗 我们都好多天都没吃饱饭 不是 那挺好的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梅花相似苦寒来 多吃点苦 吃苦 别乱 大哥 我们干什么都是 我们干什么都是 对对对 我们什么三活那会都能干 我真的不想再过那种被人讨战 还有一天大过一遍的日子了呀 你知不知道那十多个一 我们再玩了不到万分之一呀 别动别忘了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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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那就最后再帮你一次吧 小小雅琳们 这里有几个人不被打 你赶紧几个人过了 陈董 您定制的出海政策成功打通了国际贸易市场 让我们公司试试翻了十倍 华尔街的金融资本纷纷向您发来邀请 这一次我要把鼎盛 带到世界的最高峰 任何经讨人家 년�berg 向更晓了 这一次快备 你的片金融资本 战 炘 这是 在 野 那 german